很多時候其實是把無罪判決的理由 是寫成是前後證詞不易 你的證詞有瑕疵 或者是你的反應 你居然第一時間沒有求助 我很期待司法人員 對性侵害的身心狀態 有更多的理解 我們常常會看到我們有 所謂的完美的一個被害的迷失 那我們第一個會去假設是說 如果你是被害人 你應該會第一時間求助的 所以如果說你不是第一時間求助 可能會覺得說 你後來是有些什麼樣子的一個動機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會期待就是說 我們的被害人違反意願同意的這部分 是非常的一個明確的 可是他們卻忽略了就是說 性侵害的一個這個案件 尤其是認識人的一個關係當中 他有很多的一個關係的考量 就是包括說說說出來會不會被報復 以至於他們無法在當下 是能夠做一個明確的一個抗拒的 但是會很遺憾是 當他當場沒有明顯的一個抗拒的時候 反而被去解讀或者去質疑 他是同意的 我們自己在食物的服務經驗 看到的比較多是證據不足 因為其實性侵它屬於一個密閉空間發生的 所以其實很難做到所謂的收證 然後所以大部分會是證據不夠 然後再來第二個部分是 我們的單身人前後說辭不一 其實我們呢 在遭遇到這種很嚴重的 創傷事件的時候 其實你可能有一些記憶 在第一時間是很片段的 甚至是我們有一些性侵的被害人 他其實在案發初期 他的創傷有個症狀是他會下意識的想要去逃避 跟這種跟性侵事件有關的人事實地物 我們對於被害人 似乎有一些刻板的想像 比方說你應該被強暴之後 你應該要很難過 難過到無法工作 或者是你應該要很害怕這個加害者 所以你應該不能跟他保持任何的聯絡 可是實際上是什麼呢 我們的單身人他其實在發生事情的隔天 他其實是很想要 否認發生這件事情 他想要說服自己 我沒有發生這件事情 然後他就強迫自己去什麼呢 去維持他本來的上班或上學 安排非常多的活動 然後呢這些蠻路來轉移注意力 但是這個東西我必須說在事發裡面 他們就會難以理解被害人的反應 就會認為這東西可能有違慘力 很多時候其實是把無罪判決的理由 是寫成是前後證詞不一 你的證詞有瑕疵 或者是你的反應 你居然第一時間沒有求助 而這對被害人的影響是什麼 他們會自責 就是說這件事情我被強暴了 可是這件事情 司法沒有辦法還我一個公道 居然是因為我自己的問題 那我覺得那個自責是很恐怖的 因為我發現我有很多個案 他們會去有憂鬱 甚至是想不開 甚至是直接去自殺的 有大部分都是因為自責 我很期待司法人員 對性侵害的身心狀態 有更多的理解 其實一般像性侵的司法案件 大概一兩年以上是跑不掉的 那最常也有聽說過有到七八年 可是只要這個整個一個 沒有起訴或者是沒有判決的 一個這個狀況下 是讓我們的一個被害人 從一進入整個一個司法程序 事實上他們就已經是被監禁在這種無形的一個恐懼的一個囚容當中了 那甚至都有一些的一個案例 是直接事實上加害人 可能就用各種方式的一個威脅 彰化有一個案例是 那個鄰居就直接拿著躺椅 就坐在他們家門口 其實你拿他 拿這個人沒辦法 因為我就是坐在你家門口 我沒有傷害你 可是事實上這種造成的無形的一個威脅 是不言可遇的 有時候你只能是說證據不足以起訴 或不足以去判決有罪 不見的代表是這個事情它沒有發生 可是我們太多的時候會以這個法院的一個判決 來作為就是說 那你說謊 反而變成是我們的被害人是被質疑的 那甚至我們都還有個案 他會面臨另外一方反過來控告他那個無告罪 所以這也是當然也是包括我們的被害人 可能他在當時要決定進入司法以後 他也是一種無形的一個壓力